辯論中有一個技巧就是轉移話題 你在那邊跟我變這個點怎樣 那個點怎樣 然後我就開始說 你態度不要這麼不行 你這態度不對 你這不是辯論的態度 轉移話題 對不對 我沒有不敢跟你辯 你剛剛說的那個點 轉移話題 那這個呢 英文有一個詞叫做 紅色的什麼呢 等一下就給你看 我們今天看另外一篇還講到 我本來也很想當標題 可是我覺得有點噁心 我們今天會學到 鼻屎怎麼說 美式英文跟英式英文的鼻屎怎麼說 好啦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來所以這個東拉西扯轉移話題到底怎麼說 我們先就看第一篇的這個小故事 好這個人說了 I love pickled herring and will even drink the brine when no one is watching 先讀完好了 My husband thinks 這個think是打錯字 不過我們不用管他 My husband thinks it's disgusting and won't go near me if he can tell I've been eating it I keep a jar in the fridge just for those nights when I'm not in the mood 所以這裡面好多的需要講的東西 其實這一篇就 我們就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了 所以I love pickled 是什麼 這個紙言應該把它排列起來一下 這個pickle就淹過的 OK那如果說把這個d拿掉就只講pickle的話 Do you like pickles? 那pickle可以加附屬 這個pickle就是酸黃瓜 那黃瓜叫cucumber 你拿去淹過酸黃瓜就變成了pickle OK 好所以I love pickles 對不起pickle的 所以他喜歡淹過的 那什麼是herring H-E-R-I-N-G 這就是我們現在要講的這個東西 herring是一種魚 就是我不知道 其實我不吃肉也不吃魚 我根本不知道這什麼魚 總之它好像叫做匪魚還是飛魚 一種魚的名字 那我們現在就來講 今天要講的題目的補充 你前面加一個紅色 紅色的herring red herring 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你在東拉西扯這樣子 所以我讀一下他的英文definition 所以給你個直接例子 for example an argument against raising salaries might go something like this 所以今天要是有一個人 他想要跟你扯說不要加薪這件事 所以你跟他提老闆我要加薪 結果老闆跟你說 對不起我真的不能給大家加薪 但是他就用一個轉移注意力的方式 來把加薪這個事情 就給他很滑順的 不理他混過去這樣子 so an argument against raising salaries 所以反對加薪的 argument的論點 就可能是一下這樣 might go something like this we can't raise salaries but we still provide great benefits for our employees ok 所以我們不能夠加薪 可是我們還是有提供很棒的的一些員工的福利的 we provide great benefits for our employees 所以這個argument就是叫做red herring so this argument is a red herring because the mention of employee benefits distracts from the real point 你提到了這個員工的福利 你就是在扯別的嘛 你就是在把這個東西的注意力分散嘛 so distracts from the real point the salaries will not be raised 也就是不會加薪這件事 好所以這個多補充一下 這個red herring是在西方社會中 還算蠻常聽到的一個東西 其實所以我覺得你也應該知道 好那回來這裡 我們這裡沒有要講red herring 他只是說他喜歡醃過的herring 他喜歡醃過的這個魚這樣子 and will even drink the brine when no one is watching 那甚至呢他會把這個東西喝掉 當沒有人在看的時候 什麼是brine 就是醃的那個湯汁啊 所以要是你 欸我吃這個萬歲排海底雞 沒有業配 OK 所以海底雞是不是裡面有些湯湯水水的 那個就叫做brine 那你想酸黃瓜是不是一罐 那大什麼 還有什麼 麵筋有沒有 那個麵筋套出來裡面 是不是湯湯水水的 那個我們統稱就叫他brine OK brine 因為他也不是湯 他不是soup right 他是brine 他理論上好像不太應該可以喝啦 據我的理解 那這位人士呢 他是會喝的這樣子 當沒有人在看的時候 因為他也知道喝這個可能不太對 那他老公認為這很噁心 那我也會覺得喝那個湯汁蠻噁心的 so my husband thinks it's disgusting 那如果他 所以 if he can tell I've been drinking it 什麼是can tell tell不是告知嗎 不對 這裡的tell叫做辨別 OK 我能夠看得出你在生氣 I can tell you're angry 這就是tell這個動詞的用法 就辨別 能夠辨識出 所以他老公覺得是很噁心 那如果他能夠辨識出 這個我想應該是老婆 這個老婆又在吃的話 或許畢竟然老婆 我們還是不要性別那麼只有二分法 或說不定這是一對gay couple 所以是另外一個老公 所以總之啊 如果這個他的老公有發現 主人翁有在吃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他就不會接近他了 他老公就 我們不要愛愛了 我覺得你很醜這樣子 So my husband thinks it's disgusting and won't go near me 他拒絕走進我身邊 如果他能夠看得出來 我有吃這樣子 If he can tell I've been eating it 那所以這個主人翁的做法是什麼呢 I keep a jar jar就是那種一罐 所以他就保留了這一罐 一罐這個魚 這個醃漬過的魚 放在冰箱裡 So I keep a jar in the fridge Just for those nights 就只為了那些晚上 他留了這一個jar 那些晚上怎麼了呢 那些他沒有在mood的時候的晚上 mood是心情 所以在我沒有心情的時候 我反正這個冰箱裡這一罐 就是為了要來 當我沒心情的時候 我就去吃它 沒心情什麼 沒心情愛愛嘛 所以這個 I'm not in the mood 一般來說 我們就理解為 我現在沒有心情做那檔事 OK I'm not in the mood I'm not in the mood for love OK I'm not in the mood for love making OK 所以這個是你需要理解的 要是沒有講解 或許你不是能夠知道 What 什麼mood 開心快樂 悲傷嗎 No mood for sex OK 好 所以 他不想跟他老公 做那個事情的時候 他就去冰箱拿這一罐出來吃一吃 然後他老公就不會靠近他 Yeah 大功告成 來 好 所以這整個故事我們再念一次好了 I love pickled hearing and will even drink the brine when no one's watching my husband thinks it's disgusting and won't go near me if he can tell I've been eating it I keep a jar in the fridge just for those nights when I'm not in the mood I have precisely zero idea What people are doing when they inspect inside their egg boxes at the supermarket 光這裡可能你就有點不太懂 我先解釋一下 I have precisely zero idea I have precisely zero idea 就是I have no idea 所以他完全不懂 I have precisely zero idea 完全不懂 不懂什麼 不懂人們在幹嘛 I have no idea what people are doing 人們在幹嘛 當他們做那件事情的時候 當他們去檢查 inspect就檢查 檢查什麼 檢查蛋盒裡面的內容 那蛋盒 台灣也是用盒賣蛋 除非你去買那種零散的那種 就放在一個大箱子自己撿的那一種 否則的話 我們也是一個一個小小的 那種十個一盒的那一種 對不對 那很多人就會把它打開來看 OK 台灣不行 可是台灣是用透明的 所以台灣你可以翻一翻 然後看一看那個蛋 對不對 所以外國人也會看一下蛋 所以打開來看 好 那看什麼 所以這個人說的就是 我不懂大家在看什麼 I have precisely zero idea what people are doing when they inspect inside their egg boxes at the supermarket 所以他看不懂大家在幹嘛 but for twenty odd years 但是二十多年來 OK 他自己也有點年紀了 but for twenty odd years I have dutifully opened the box notted appreciatively and then put my eggs in the trolley without the faintest idea what the hell I'm doing or why 我覺得真好可愛 所以但持續二十多年 他幹嘛呢 他都非常有責任的 就duty就是責任 dutifully就是他的副詞 充滿責任的一個副詞 所以他就是很負責任的打開這個盒子 open the box 然後呢 那就是點頭 那appreciate就是感激 或者認可 在這裡可以這樣翻譯 所以他就很有 很負責的打開蛋盒 然後嗯嗯 這樣一下下 notted appreciatively 然後就把那些蛋放到他的推測裡 所以推測叫Trolley OK 但是他完全不知道他剛剛做這個是為什麼 因為他只知道大家都要看一下蛋 所以他就覺得他要打開看一下 可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人他把他的這個 這個體驗寫出來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那我不知道我們多少同胞也是有這種感覺 我看蛋幹什麼 我根本不知道有什麼值得看的 我會看蛋的那個 呃就是透明的 我們我們剛剛說台灣都透明的 然後看一下 翻一翻 我看什麼 我看上面的屎多不多啊 OK 因為有的時候 你也知道我們那個蛋上面 蛋殼上面還會有一些黃黃的啦 咖啡色的那些沒有洗乾淨的基石 那我就會覺得很麻煩 回到家之後打開發現上面還有一點基石 我還得去先洗一洗 而且據了解好像我們不應該洗蛋 我有看一些相關的報導 所以我會看他夠乾淨我就安心了 那我就回家之後就可以做我自己 喜歡把他們料理成的樣子這樣 So I do inspect my eggs And I know what I'm doing 而我是知道我自己在幹嘛的 那這個人不知道在幹嘛 可是他還是會照著大家做就是 所以我覺得這很可愛 好anyway來最後一個故事 Wireless cuddling in bed I laughed out of my nose And a large boogie flew out But I didn't see where it went 先看到這裡 就Wireless就是wile 所以當他正在 Cuddling in bed 這Cuddle就是男生女生抱在一起啦 多半是女生可能 放他的頭在他 把他頭放在男生的肩膀上的一種 這個叫做Cuddle So while this cuddling in bed I laughed out of my nose 所以他就笑 大家在講笑話 然後笑就從鼻子噴出東西來 So I laughed out of my nose 好 然後呢 A large boogie 所以boogie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鼻子 OK 飛出來 flew out 可是他沒看到他去到哪裡 I didn't see where it went OK My boyfriend then turned to me And I saw it had landed in his beard 所以他男朋友這時候轉過來對著他 他看到那個boogie呢 掉到了他男朋友的beard上面 所以上面 我那個嘴唇 上唇的這個鬍子叫做moustache 下面的叫做beard OK 所以他看到了他的鼻子 掉在他男朋友的下面的這個beard上面 I lovingly stroked his beard to subtly remove it 所以他就 啊 就開始去 扶摸他的 所以stroke這個字就是扶 這樣子喔 就摸摸摸這樣子 所以他就去stroke他的beard to subtly so subtly就是 suttle的意思就是 很細微的 OK 很 呃 細微大概就夠了這個翻譯 OK 很微妙的 sutly OK 所以這兩個 兩件衣服有一些很細微的不同 這件衣服的上面的猴子跟那件衣服的猴子 顏色有那麼一點不一樣 so there are subtl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hirts OK suttle這樣子 so subtly變成副詞 所以他就很細喔 用一個很精細的動作把他的booger拿掉了 boogie拿掉 對不起 so he was non the wiser 那這個non the wiser 我們幾週前講過 就是他不知道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這個他的伴侶的boogie 掉在他的那個 那個 鬍子上過 被他移除掉了 好這個很可愛的故事 那我們來講這個 boogie 所以B-O-G-E-Y 他是英國的版本 OK boogie 那他的拼法也可以是B-O-G-I-E OK boogie 那 美國怎麼說呢 美國的英文是booger 好 B-O-G-E-R booger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詞我也說一下 就美國有一個電影叫做 bogeyman 所以他的拼法又不太一樣 而且事實上 boogieman的拼法好幾個 我這裡就不一一列出來了 你也可以是B-O-G-I-E也可以 OK boogie boogieman boogieman就是想像出來的一個 來嚇小孩的一個可怕的monster 這樣子 boogieman 那個電影我記得我以前曾經看過 還真的是蠻可怕的 好anyway 所以彼屎乾的 彼屎應該都是乾的 大家理解了 所以美式英文跟英式英文就不一樣 那我們再多講一個 這個B-O-G-E-Y boogie 就是英式英文的鼻屎 boogie 偏偏 在高爾夫球這個運動裡 他也是一個字 好 那這個叫做高爾夫球的搏輯啊 那他的發音不是boogie的 變成了bogey 那什麼是搏輯呢 就是高於標準乾一乾 好 我曾經講過這個好久以前 總之高爾夫這個運動就是有一些細微的 有些規則你大概要知道一下下 就今天這個場地多大 你認為兩乾才可以上國嶺 上了國嶺之後再打一乾就可以進洞 所以這個洞的標準乾就是 三乾或四乾或之類的這樣子 好 那要是你打的比這個標準乾還要高一乾的話 就是bogey OK 那少標準乾一乾就是birdy 少兩乾就是Eagle 所以那少三乾好像還有一個叫信天翁的 但那個實在太少發生了 好anyway 所以這就是bogey 所以這個字在英國的英文裡是彼屎 在高爾夫球這個運動裡是高於標準乾一乾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這些字 為什麼可以到處這樣子 意思差這麼多 然後在不同的context裡面 可是這就是語言 沒辦法 OK 就像這個可能這個例子也不好舉 敦倫這個字 倫敦敦倫 敦倫是做愛 好啦 不要舉這個例子 扯太遠了 來來來來來來 回來這裡 我們還在講另外一個字 鼻屎是乾的 對不起 如果你覺得噁心 你關掉也不怪你 鼻屎剛剛說的bogey 或者booger 那如果是還沒乾掉的鼻屎呢 就是異狀的 我們叫它snot snot 搞定 好啦 講到這裡大概可以了 今天講的這個題目 或許有些人覺得不太舒服 至少後面這一點點 Again 如果你關掉也不怪你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